這三個月來 他飽受人家的這個個人的 這種辱罵 種族歧視 說他是什麼黑人等等 這其實我第一次聽到 他就說這些攻擊都是來自臺灣 那小運總統最先的回應 他就說真正受不公平待遇的是臺灣人 我們可以邀請譚德賽 你來臺灣 讓你來知道 我們臺灣是怎麼樣 是被全世界遺棄跟歧視 外交部委說 要求譚德賽要立即澄清 也要向臺灣道歉 親皇 這個到底是誰 在攻擊這個譚德賽 好像全世界美國日本都在罵譚德賽 為什麼單挑臺灣 你可以發現譚德賽在這波裡面 其實罵他的人真的不只臺灣人 那你也不要說是臺灣的網軍 我跟你講有一隻現在罵譚德賽 罵的最兇的就是拉丁美洲人 因為對拉丁美洲人來說 疫情在那邊一樣在擴散 我們上禮拜才在講說 他們要怎麼樣對抗疫情 比如說那個什麼推棺材出來 用怎樣去嚇民眾 可是因為對拉丁美洲人來說 過去他們認為說 中國帶給他們這個經濟的紅利 所以他們對這些中國來的這些相關的建設 他們可以接受 可是他們在這一次WHO處理的過程裡面 他們也認為本來他可以樂天之命的過生活 但是因為WHO隱瞞疫情的關係 這一個來自中國的肺炎跟病毒的狀況 蔓延開來害他們本來這時候可以好好過生活的 沒辦法好好過生活 甚至要躲在家裡面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一大批在罵他的話是西班牙文的話 我請問你臺灣政府到哪邊去找這麼多西班牙文的網軍出來 然後在那些拉丁美洲所使用的論壇用西班牙文的話 一直在罵那個在罵那個譚德賽 所以你會發現在罵譚德賽的不是只有臺灣人嘛 那罵他的還包括我們看到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 麻生太郎講他講得很直接啊 說你WHO乾脆改名叫CHO好了 各位講說他要改叫CHO 一月份是我們的政論節目在講 但是到後來發現是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 自己在國會殿堂裡面講 到後來你又看到什麼呢 難道美國現在從國會到總統都在罵WHO 這個是罵假的嗎 美國的鄉民論壇上面也有一堆的人在罵WHO 難道這些東西都只是因為歧視說譚德賽是黑人嗎 不會吧 美國自己有很多的黑人啊 所以你會發現譚德賽的做法呢 他根本是故意要扭曲焦點轉移焦點 為什麼要扭曲焦點轉移焦點 因為我們先講一件事情 今天講說受到歧視最嚴重的絕對不是譚德賽 今天受到這整件事情受歧視最嚴重的是誰 就是我們臺灣嘛 所以你看今天蔡總統發了臉書嘛 蔡總統發了臉書就告訴你 臺灣被指控發動種族歧視 他蔡英文總統表達強烈抗議 因為我們在國際組織裡面 一直都受到長期的歧視 所以最大的問題是 你譚德賽自己有沒有抵抗得住中國壓力啊 但我可以告訴你 譚德賽的問題不是他有沒有抵抗得住中國壓力 是他根本就跟中國河流在一起 那講說他跟中國河流在一起 也不是我們講的 是川普跟很多的國際媒體都報導了這件事 所以你去看喔 譚德賽這幾天呢 你不要只有看到他今天這個新聞說 他罵臺灣三分鐘 譚德賽在這幾天先槓上誰 他先跟川普兩個先開始隔空對槓 他怎麼跟川普隔空對槓呢 因為川普說這整個過程裡面 他非常生氣WHO 你根本是拿錢不辦事 什麼叫拿錢不辦事 意思就是WHO作為一個國際組織 那你每年拿那麼多的錢 最大宗的錢還是來美國給的喔 但是美國所質疑的兩件事情 WHO竟然都打美國的臉 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 美國曾經在醫院的時候問說 這個武漢肺炎病毒會不會人傳人 這件事情呢 WHO配合著中國第一時間都跟他說不會 然後第二個美國說這個我可能要選擇要關閉邊界 對於中國呢 先關閉起來不要讓中國人來入境 那結果WHO譚德賽怎麼說的 譚德賽的講法是說 這個各國跟中國之間呢 對於旅遊跟貿易都不建議中斷 都要建議繼續維持 所以疫情在擴散 這兩件事情都是川普在這兩天的記者會上強調的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美國捐這麼多錢給你 但是你顯然呢 你沒有認真的替給你錢的人辦事 然後你反而呢 是在做另外一件配合銀河中國的事情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一個數字 各位可以看喔 這個是2017年的數據喔 各位可以看到一件事喔 在這裡面呢 美國是給最多錢的 在匯費評定裡面 他在2017就給了兩億一千萬的這個美金 這樣的匯費喔 然後中國給多少 七千五百萬 一個22% 一個是這個大概7%多 兩個比例已經不一樣對不對 然後WHO還有一筆叫做什麼 捐獻會費 他另外再去募 在募的會費裡面 美國給了多少錢 美國給了七億多美金耶 然後中國給多少 一千五百萬美金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給的金額非常的龐大 但美國給了那麼多錢 那今天變成什麼呢 WHO竟然是配合中國來隱瞞美國 所以你去看譚德賽跟川普的對抗裡面呢 這個譚德賽 川普怎麼說 川普的說法是說 這個我們給你錢 但是你很明顯的偏心中國 那所以 川普說 那我們就要把你的資金凍結起來 川普講完之後 美國的國會議員下一個動作是 共和黨議員提案說 直到譚德賽下台為止 這整個預算我都要凍結住 結果譚德賽竟然怎麼回籍呢 譚德賽去回籍放話說 你們這種作為只會帶來更多的失代 我問你 如果這不叫放話 什麼叫放話 這就是一種嗆瞎 然後這樣的嗆瞎完了之後呢 今天早上 昨天我們看到川普的記者會上 川普也回籍囉 川普說什麼呢 因為譚德賽罵川普說 你這是政治化的動作 那川普怎麼講 川普說很奇怪耶 正常的邏輯下 給你最多錢的人 你至少要照顧好我們的健康吧 但是你反而是去 幫助一個給你比較少的錢的人 然後你去維護他的權益 但是你讓全世界都受害 到底誰在做政治化的操作 這是川普今天所提出來的回籍 川普這個政治化的回籍 他是告訴你說 搞政治化的人 就是你譚德賽自己 其實你自己才是最大的問題來源 所以你看在這兩邊的 這個所謂的交鋒的時候 各位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 非常巧合的一件事是 今天川普跟譚德賽 跟世衛之間的交鋒開始了 然後呢 你也發現我們蔡英文總統 是不是也發文了 在這個時間 其實暗示了很多事情 是WHO這個國際組織 到底要不要發聲 重新改組 到底要不要換掉這個秘書長 然後這個秘書長 顯然也意識到了這樣的風向 所以他在做什麼事情 他為什麼要把明明就不是種族歧視 刻意要講成是歧視黑人 你想想看 台灣的網友從音樂到現在 什麼時候講過說 WHO對台灣的問題是種族歧視 是因為我們看不起黑人 從來沒有過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很顯然的 因為現在他最大的金主 美國共和黨已經提案 要凍結他的預算 他現在只好設法訴求美國國內 他要把他打成這是一個種族問題 然後希望美國國內的黑人 跟非洲的國家可以一起聲援他 讓他能夠保住他秘書長的官位 要不然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現在要譚德塞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長 下台的呼聲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的情況之下 是你看到什麼 他過去的黑歷史被一段一段的爬出來 他在伊索比亞的時候 前後有三次隱瞞疫情 甚至他當上WHO的秘書長之後 在處理蘇丹的疫情的時候 他也是選擇隱瞞的方式 導致當地霍亂的狀況爆發出來 所以你從這些種種跡象都可以發現 現在國際上已經有一股氛圍 是要挑戰WHO 挑戰譚德塞